唉,眼睛和臉很燙 這兩個不容易做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山口 所以這次難得有機會來到山口縣 希望可以介紹一些覺得好玩 和很棒的行程給大家 位於中國地區,旁邊就是福江縣 不過這次坐新幹線來到新山口站 第一天的行程先到房虎市 再回到山口市 第二天北上去到擁有世界遺產的秋市 今次會分享下兩集 下一集還會去更多的地方 我的山口縣之旅第一個景點 就是房虎天滿宮 建於904年 它是日本第一座天滿宮 供奉著學問之神 奸元道真 和京都北野天滿宮 福江的太宰府天滿宮 合稱日本三大天神 都挺威風的 在天滿宮裡有一座很優雅的茶室 叫做荒蟲庵 一百年就可以進去參觀 還包抹茶和果子 一邊欣賞庭院一邊品嘗 這裡很美 第一次在寺廟裡 體驗抹茶毛鋁做好給你 感覺挺有趣 可以看著這個很美的庭院 喝茶色和果子 不是說笑 秋天時分 這個庭院真是漂亮到雲 四位都是紅葉 拍照打卡簡直一流 這裡的護身符很可愛 我特別喜歡航空安全的一款 比較少見 因為這裡供奉的是學問之神 所以很受學生歡迎 整個繪馬架都塞滿了 日落時分 記得去輝殿旁邊的春風樓 可以跳望楊家城市的風景 天滿宮前面都有些手信店 平日日文很幸福 不是叫做幸福嗎 在山口園原來叫做幸福 有開心感激的意思 特別到還出了手信 就連日本人的丹丹都是第一次聽 一走又和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住的地方 就是山口市裡面的湯田溫泉區 這一帶有很多溫泉的旅館 還有很多人居住屋 方便大家在這邊浸溫泉 吃完之後又可以去吃一些好東西 我知道很多香港朋友都非常精通日本酒 今次來到這間地酒店 它真的有很多款式 口口各位 知不知道哪一款出名的日本酒 是來自山口園的呢 沒錯 就是這款拆制 話說在2020年11月 在香港一場拍賣 限定版的拆制 竟然以一支 62500港幣買出 這間酒廠還賣高質素 自從疫情 不少日本酒廠都推出這類 最高濃度的消毒酒精 而拆製這款更加使用了三甜感 不便宜的,一瓶一瓶 最後介紹這款東洋美人 連俄羅斯總統普京韓日飲員都對他賺不絕口 亦是店長的推介 由酒店走過去大概十分鐘 到今晚晚餐地點居酒屋土火土火 在這裏可以吃到不少山口縣的特色料理 味道不錯,價錢也算經濟 你看這盆沙律多大 很有趣,這款叫Kawai Kawai是屋頂的瓦片 麵是綠色的,麵是用茶製的 還有很多材料 有蛋、蝦、檸檬 還有牛肉 他說有茶味 有一點點 不過這個麵挺好吃 剛才山口縣的位置代表 有些人吃完山口縣這種瓦片梳巴之後 真的愛上了,故意要在山口縣訂回自己的地方 因為在其他地方買不到這款梳巴 的確我真的沒有見過在東京 有些專門店更加加入乳治抹茶 茶味更加香濃 980日圓,可以喝三款酒 真的挺便宜 還有比較出名的山口縣地酒 包括有德西 還有東人美人 還有這款原田 吃完晚飯就回酒店 還沒那麼快 在湯田溫泉區還有一個很值得去的設施 又便宜又正 打卡兼很好吃 200日圓,開到10點 這就是竹湯設施 百湖的竹織 好推薦大家來 200日圓就很便宜 但它不同一般的竹肉 一般竹肉就是露天很簡單 但它是一個裝修得很漂亮的環境 還可以叫食物 那我就叫了個雪糕 或者可以叫咖啡 到廳底坐著泡腳 真的很棒的享受 我回到酒店了 好累啊 不過其實今天只去了兩個地方 就是去了防虎天本宮 以及去了湯田溫泉 今晚住的酒店也是在湯田溫泉裡面 而湯田溫泉也是山口市最繁華 最熱鬧的地方 雖然今天去的時候又不覺得很多人 始終山口縣也是比較鄉下的縣 但也是一個不錯的度假 或者旅行的目的地 好了 那我睡覺了 明天我再繼續分享行程給大家 大家晚安 晚安 各位早晨 我現在和程小姐一起去 穿和服啊 我喜歡黑色的 我以為我選這個黑 黑得爆的 好辣啊 我已經換好衣服了 好開心啊 穿著和服當然是去剪拍照 我帶大家去兩個字廟 好漂亮啊 我來到龍福寺了 龍福寺前面 有一條小徑 全部都是楓葉 第二個地點就是琉璃光寺 原來琉璃光寺的五重塔 更是全日本最美的五重塔之一 大家又覺得相片是否漂亮呢 拍完和服之後 我們就從山口市前往秋市 開車的話不用一小時就鬥了 馬上吃個午餐 今次特別選了這間木系cafe 店裡有一個很大的和式庭院 必食就是這裡的 長秋黑毛和牛漢堡 牛味濃郁啊 其他食物質素都非常好 還可以點杯咖啡、蛋糕 出去庭院坐下 吃飽飯就出發觀光了 秋市裏面 地圖上黃色這部分 屬於世界遺產 哇 原來這麼有來頭的 一個景點就是這裡的谷家屋住宅 裡面就是一個以前很有錢的雙人住的地方 街道都保留了以前的色彩 今次前往的秋城夏丁 在1604年武將毛利徽原 建造秋城之後的260年間 秋市城夏丁變得很繁榮 時至今天 歷史的遺跡仍然保留得非常健全 有些小店 有些小店有些cafe 還有些景點 可以來這裡上海堡也不錯 可不可以記得我昨天吃的 這個Kawara Saba 即是瓦片Saba 就是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好似呀 這間挺漂亮的 這間也是 民居改裝成為的cafe 自駕遊的朋友通常都有去過道指站 因為道指站通常都加連密尾 這裡有很多農產品 有水果買 有餐廳 有手順賣 所以如果你開車來玩的話 這裡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地方 不來不知 原來山口園出名產夏甘 甚至有夏甘的零食果汁 既然是特產 當然要買來試試 好重呀 這四個 有五公斤 今天真的行程豐富 我下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來吹玻璃 我真是第一次 想不到在山口園吹 好漂亮呀 我要去做 很緊張 現在我還沒做過 所以我選了這個杯 這杯很有氣派 太可愛了 還有藍色的杯 水色 好下去做 真的不懂做 我只聽我吹 有吹這個動作 就可以做出玻璃杯 所以現在都不太知道 他要做什麼 但我記得這個浪 真的很熱 一千多 你覺得怎樣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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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秒都很辛苦 他可以看這麼久 很難 很冷 真的很冷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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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激烈 這份工作不容易做 原來做玻璃杯 這麼有挑戰性 他策略人會從旁脅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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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 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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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洗澡 沒有了 走開 很冷 這裡 衣服重構造,結實而且不易爆裂 雪花花紋更會隨時間變化 現在我經常會用它來喝日本酒,超好feel 很快第二天又結束了 今晚入住秋觀光酒店,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的客房有無敵海景,而且向東,早上可以看到日出 面積寬敞 浴室的風雷更是木造,可以一邊欣賞海景,一邊浸浴 這樣還不是最棒的享受? 入住日式旅館或酒店,我最喜歡預約會籍料理 因為不單是豐富,更是採用了當地食材 經過大廚精挑釋選,可以說是以美國去感受當地文化的一種體驗 今天又有五款的清酒可以試飲 我自己喜歡Gurmu和東洋美人 東洋美人都依然盛出 今天做了很多事,拍了和服,拍了紅葉 其實紅葉的兩個地點,我比較推薦龍福寺 尤其是那條水道形的紅葉 然後我發現原來這邊的綿花維產非常有意思 今天的行程就大家按了 明天就繼續第三日的行程 拜拜 下一集會來到我最喜歡散口遠的行程 世界級的絕景,超抵食的海鮮 千萬不要錯過 關於本集的行程都可以在mishire.com上閱讀 或在下方文字進入連結 またね